好 再看到乌克兰最近针对俄罗斯的空军基地跟弹药厂是不断地展开攻击 而遭受到俄军占领欧洲最大的核场 扎布罗尔也疑似遭到乌方的炮击引起了核灾危机 不过情报显示乌克兰将会选在在8月20日独立日当天 要展开一个大规模的收复领土大反攻 预告惊天动地的战争惨况即将要重演了 地面连环爆炸后好几株黑烟拔地而起 直冲天际 乌克兰连日针对克里米亚半岛进行偷袭式轰炸行动 俄罗斯军事基地弹药库不停遭到空袭 尽管俄方宣称几乎毫无损失 但核子危机一触即发 乌国南方 欧洲最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厂三月遭俄军占领后 最近成了乌军反向轰炸目标 俄罗斯怒控乌克兰这样做可能会引发核子灾难 辅射物质将笼罩临近的德国波兰及斯洛伐克重演车诺比核灾 地面上一辆战车突然车身起火猛烈燃烧 原来是乌军无声无息 空中投掷40枚榴弹 命中后整辆车车顶舱口冒出浓烈火蛇 车内弹药全面爆燃 乌克兰军方近期改采战术打空袭游击战 俄罗斯不甘示弱 一夜发生至少4枚飞弹攻击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至少12人死亡 而且飞弹击中的通通是住宅大楼而非军事设施 有情报显示乌克兰酿近期锁定乌南 展开一场收复领土的绝地大反攻 时间可能选在8月24号乌克兰独立日 有乌军高层预告整条前线都会发生大事 意味着自俄乌开战超过半年之后 惊天动地的战争惨况即将重演 记者综合部导 南韩的统一教信图不满日本的媒体 把统一教跟暗杀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连结 报导教会的时候 充满了各种歧视性跟不公正的报导 所以他们走上了首尾街头来抗议 而另外一方面 统一教跟自民党关系话题 在日本还是持续延烧 虽然日本首相安田文雄闪电改组内阁 但是现在媒体揭露 在新内阁当中依旧将近30个人 跟统一教有关 大约4000名统一教信徒 在首尔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活动 抗议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遭到枪击后 日本媒体对教会的歧视性 和不公正报导 抗议者中除了南韩信徒之外 也有许多是透过统一教配婚 从日本嫁到南韩的日本女性 标语牌上用日文和韩文写着 尊重宗教自由和停止仇恨言论 不过他们拒绝接受采访 日本电视台认为 疑似是被下了封口令 而自从安倍遭到暗杀身亡后 自民党政治人物与统一教的关系 引发关注更让内阁支持率暴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为了切割阁员与统一教的关系 大动作改组 换掉与统一教有关的七名阁员 但新阁员中仍有许多人 与统一教有关 大臣 副大臣 政务官加起来 接近30人 除此之外被视为安倍左右手的 新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秋生田光一 也被媒体揭露 曾在6月参加过统一教会相关团体 世界和平女性联合会的聚会 他一度声称自己不清楚 集会跟宗教有关 但他18号改口表示自己知情 却选择忽略没有深究 现在已经在深刻反省 并会与教会划清界限 对于岸田内阁就算改组 也根本无法铲除 与统一教的关系 在业党要求召开临时国会 要求岸田以及自民党给个交代 记者廖远总和报道